還有民眾到高雄的加油站去加油 發現有假人在招呼客人 這民眾開玩笑說 難道是缺工嗎 走進加油站赫然出現一句句的假人 就站在車道 有的戴上安全帽 有的戴鴨蛇帽 卻是播約兒童的 都戴上拉風墨鏡 還擺出舉手招呼的姿勢 民眾質疑 難道是因為缺工巢 請模特兒來辦員工招呼嗎 晚上來家的時候就看到很多假人 然後就在招手 我以為是人 然後就走過去 結果發現是假人 就嚇到了 也是蠻常來的 然後就忽然多了人 然後就就是會在那邊就會那個 就會覺得有人 然後我就先走這樣 等到沒有人的時候再來 加油站裡這麼多假人 讓民眾晚上來覺得毛毛的 加油站方面解釋 人偶是從服飾店那邊拿來的 假人是用來區分人工加油跟自助加油 有擺人偶的地方表示是人工加油 至於人力平時白天至少維持四個人 認手充足 你每天是幾位員工啊 每天大概有四位 通常就只有兩個人家 加油站業者突發起想發揮創意 還辛苦搬來假人 想給民眾一個驚喜 結果反而收到反效果 讓原本常來的熟客 嚇到不敢來了 記者綜合報導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